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临床心理师证的十字群呢 来进驻了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成立了临床心理中心 那我们特别也来访问到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柯慧珍副校长来跟我们聊 那刚才呢副作有提到 这样子一个中心呢 会针对青少年的网络成语的问题来提供服务 还有哪些服务呢 继续请副校长来帮我们做说明 那个网络成语是现在非常重要的 一个很大概我们有大概一成的青少年 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那也造成家长的困扰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青少年的议题呢 那就是学生的忧郁跟自杀的问题 或者是没有到自杀是自我伤害 那自我伤害跟自杀呢 它的差别在说 就是一般我们常说这样子 就是说有些青少年呢 他是没有真正想要自杀 他没有意图想自杀 可是他用一些方法来伤害自己 就无意图的 无自杀意图的自我伤害 但是有一些孩子呢 是真的觉得说 他活得太痛苦了 所以走不下去了 所以他真的选择了自杀 那目前我们看到在近三年来 我们看到15到24岁的 这个部分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年龄层呢 那么自我伤害或者自杀 都有在增加 所以这个问题也变成是 我们很关心的 所以我们也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针对青少年的一些忧郁 或者是智商的问题 当然那个忧郁的问题 其实它是一个跨年龄层的问题 它不只是这个青少年 其实我们在大概有40%的人 都可能是在一生当中的 你的某一个人生阶段呢 曾经有忧郁 所以就是有 我们知道有这个青少年的忧郁 可是呢 我们也有这个老年的忧郁 那在也特别就是说 我们过去也常看到 就很多在生产的时候 这个有孕产妇 现在政府也很关心这个孕产妇 或者产后的忧郁 那这些也就是说 这个都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我们大概有18%到19%的老年人 他可能有轻度的失智症 我们知道就失智症 他可能在有些是他只有轻度 但是如果在轻度的时候 你能够更早就就能够筛检出来 而及早的去做你的认知功能 记忆功能的训练 他是可以帮忙你去预防一个更严重的失智症 我们生活中呢 现在还有很多的压力 很多人碰到很多的压力 那我们知道压力是非常重要 压力可以影响到我们身心的很多的功能 甚至现在新进的研究是说 这个压力都可能都使得我们的端力 端力去缩短 那这个端力是非常重要 甚至跟人的寿命都有关系的 所以怎么样去适应你人生各个阶段 或你碰到各种上面的 这个甚至在职业上面 你也可能有一些职业上面 碰到的一些职业压力的问题 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服务 那来这个协助我们更多 更多我们这个台中地区的 我们的这些居民 希望有机会来跟大家做这个服务 那也透过这样的服务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 整个更全能的这个身心的照顾 是非常谢谢副校长的这个分享 那相信很多朋友说 我今嘛想要找医师 到底呢 我是要找精神科医师 还是要找临床心理师 还是要找资商心理师 哎呦 我没啥啥 负责你可不可以从你这个专业角度来 跟我们做一些说明 其实精神科医师 临床心理师跟资商心理师 我们常常是一个团队 我们大家一起在合作的 那但是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医生来说 他大部分的医生 他可能是在比较主要是 他会透过药物治疗 来这个提供服务来协助病人 但是临床心理师呢 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的话 是不能用药的 所以我们虽然临床心理师 可能会做药物的教育 协助病人做好一个好的 一个服药行为 但是我们主要的 主要还是在用心理的方法 用心理资商治疗 来帮助个案 当然这些心理资商治疗 也可能包含了 一种大脑的功能的附件 那我们是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治疗方法来协助 但是本身我们不会用 不是用物理化学的方法 那资商心理师呢 他主要是 他不会去服务的对象 不包括精神病 或者是心智功能不全的病人 那他更多的会帮忙 很多一般的人 怎么样去让他生活的更好 或者他在碰到生活中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做更好的一个调试 那主要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常常也都是互相合作的 比如像我也有一些病人 有些病人呢 主要都是在医生那边是药物治疗为主 比如说 这个有些病人 他是在情绪上面 那他可能是 有这种躁欲 的这样的问题 那他很重要的是 一个药物治疗为主 可是 在跟家人之间 家人的沟通上面 那么家人怎么样能够更了解 遭遇症的这些症状的反应 而大家能够有更好的一个 情绪的沟通 或者彼此之间平常 人际之间相互的沟通 以至于说 大家可以不会在这种沟通中 再有更多的问题 而造成一个压力 而造成一个可能是 更容易引发发病 像这样的一些问题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 心理这方面的治疗 甚至家人的沟通 家人的共同问题 解决的训练来帮忙 好的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来访问到 亚洲大学的副校长 柯慧珍副校长 来跟我们聊 这样子一个心理团队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